或许有球迷认为,已经在国家队做稳首发主力的王云露,明年去巴黎稳了。 实际上,即便是蔡斌带队征战巴黎,王云露不管是作为第三主攻,还是第四主攻,都有被淘汰的可能,而且这个概率很大。 朱婷状态好转,张长宁联赛复出,吴梦杰一年后比王云露要更强。 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应该是四主攻配置,李莹莹攻防全面,已经成为球队新的进攻核心。 她去巴黎没有任何悬念,朱婷在近日采访中称,状态恢复良好,非常期待明年的比赛。 张长宁也有媒体爆料,即将在排抄联赛中复出。 朱婷、张长宁、李莹莹三大主攻归位,王云露基本上就是胜下竞争第四主攻的位置了。 当然,张长宁还是要看联赛中的状态,毕竟她已经远离赛场很长时间了。 不过,张长宁回归她的竞争力并非只在主攻位置,正义心在接应位置不接一传,只能打跑动进攻,张长宁就算恢复六、七成的功力,她打第三主攻或接应替补,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 王云露能够立足于国家队,就是靠她的遗传能力。 然而大家可以看一看,朱婷、张长宁、李莹莹哪一位主攻的遗传比王云露差? 张长宁就算弹跳没有完全恢复,她的地面、保障功夫也是国内主攻中数一数二的。 朱婷被称为一米九十八的自由人,李莹莹现在大,小主攻两个角色,可以随时切换。 在这三大主攻练前,王云露所谓的遗传能力,没有太大的可比性和价值了。 至于第四主攻的位置,应该还是倾向于吴孟杰。 原因也有两点,第一,目前李莹莹的强攻能力没有问题,是球队最为依赖的强攻点,朱婷毕竟已经快三十岁,进攻还是有所下滑,张长宁的特点在于保障能力突出,进攻并不是强项。 在第四攻的位置上,我们恰恰需要一位对手并不太熟悉的新人,且具有一定高点强攻能力的,来上去改变进攻节奏。 三大主攻一传,不比王云露差,一旦有一个进攻不下球,那王云露上去,打调整强攻更白费。 更何况,吴孟杰现在的一传也不比王云露差多少,进攻能力可是比王云露高出一个档次,王云露打韩国都不下球,吴孟杰在亚洲杯对阵泰国,一个砍下29分。 进入一队后,蔡斌并没给吴孟杰太多上场磨合的机会,吴孟杰上场时都是球队大比分落后,处于困境的时候。 如果给吴孟杰一年的磨合时间,他明年巴黎奥运会前,应该是比王云露实力更强的。 两大主攻殷商未能归队,王云露在女排低谷时也有贡献,球迷已经看到他的努力。 通过王云露在国家队两年时间的表现,球迷对他的定位是自由人式的主攻手,也就是说只有一传能力,没有进攻能力,上场进攻送分比得分可能还更多。 像这样的主攻手,就跟多带了一个自由人没有什么区别。 不过,在朱婷、张长宁为归队的情况下,王云露还是支撑起了李盈盈对角的一传,这点还是需要及认可的。 蔡斌重点培养的经验、杜青青、众会全部露线,只有王云露给蔡斌再选人,用人上挽回了点颜面。 可是以王云露的个人实力,他跟天津女排的接应洋溢一样,上场只能保障一传,由于上部节奏混乱,到位球跑成调整宫, 调整宫又无法突破欧美球队篮网,打后三进攻威力跟王孟杰没什么区别。 王孟杰在排抄联赛打主攻,还有拍掉的分的可能呢? 王云露努力球迷们会尊重,但是奥运会的赛场还是要看实力吧。 蔡斌要是早带上吴孟杰,王云露已经沦为替补了。 王云露如果能去巴黎反而是中国女排最大的北埃,没有进攻能力的主攻,还能坐稳首发,中国女排的实力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了。 明年还是希望朱婷,张长宁尽快回归吧,吴孟杰不用再培养一年,现在取代王云露成为第三或第四主攻,都没有太大问题,只是蔡斌不敢用而已。 你希望王云露去巴黎吗?